流星花园有过玉版,台版,韩版,内地版本,扮演花泽类的演员有经典的宅宅周于明,小丽勋,于浩明,现在最新版本的关红,还有韩版花样男子中的金贤重,私心一直觉得最优越的花泽类是周于明,最帅的就金贤重的版本是周于明。 金贤重本人也是被称为行走的雕塑,戏里的金贤重一脸深情,戏外的金贤重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首先简单说一下金贤重的情况,本来他是随SS501组合出道的歌手,2008年参演含过假象恋爱节目《我们结婚了》,他和黄府会真组成的生菜夫妇,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金贤重的小新郎人设让他人气大增,于是2009年,他顺利出演了《花样男子韩版流星花园》里面的《男二隐之后》,人气顺制盖过了当时饰演男一的黎明稿,这部剧的演员现在都几乎是韩语圈的一线。 一鸡毛饰演男一句俊表,金贤重男二隐之后,金贤男三苏义正,金贤男四宋语编,还有饰演女主金思草的《俱慧善》,饰演女儿嘉宜的金苏恩,还有韩采英版本的《腾堂靖》。 最大的惊喜是剧中有秦出演的女配角朴秀珍,如今是裴永俊的妻子,本来她也是裴永俊公司的员工的,而感叹他们之间神奇的原本。 金贤重在《花样男子》中就是深情的白马王子,观众甚至留言给电视台要编剧改结局,一心的支持女主和男二在一起。 确实,剧中金贤重默默的奉献,和女主角喜车,帮女主角剪头发,带她出国,女主角需要帮助是,她总会守护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最后金贤重凭借花样男子拿下最佳人气男明星奖也是实质名归之后,她又接拍了韩国翻牌电视剧《恶作剧之吻》,不过这一版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但是最主要的质疑, 来自于女主角郑苏宁,金贤重的漫画美貌,基本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在后来的电视剧《感情时代》,也没能成为爆品,但金秀玄的人气依然还是在等。 没多久,金秀玄到了入伍的年纪,她就去了军队服兵役。 金贤重的女友一出现,就带来了一场好戏。 014年,金贤重前女友崔某当着媒体的面,恐告金贤重殴打,随后两人私下和解。 没过多久,崔某再次恐告金贤重对自己施暴,并导致自己多次流产,声称现在自己怀有金贤重的孩子。 金贤重方面予以否认,两人的官司几乎就是每天的头条新闻。 最后结果是,崔某和金贤重的五年恋爱中,金贤重承认三次崔某流产,堕胎的经历,并不是女方所说的五次。 至于孩子,后来的亲子鉴定,证明崔某所说的,是谎言到了2018年的1月。 这件事情才终于告一段落,崔某利用谎言和合成的照片,涉嫌照片未遂,被判刑一年零四个月的有期徒刑。 真相大白了,但金贤重在这四年中,不光名誉和事业受得致命的打击,整个人的精神转态也难以恢复往日的身材。 本来是一线韩流明星的他,四年间没有拍过一部作品,演艺事业更是到现在都还停滞不前,韩国演艺圈一向就注重艺人的形象,像朴柳天,金贤重这样,即使事情都已经得到澄清,但是他们有一段很艰难的付出这路要走。 有时候,道德绑架甚至比法律惩罚更令人难受,支持相信金贤重的粉丝肯定还在。 至于以后还能不能看到金贤重继续出现在银屏上,这一切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